你們認為啊 12號 會調回二級就是解封 的人打一個 1好不好 你看 終於看完了 你看我這個是昨天的就比較嚴重 昨天就比較嚴重 你看 昨天就很嚴重了 像這樣子 你看 什麼後悔當初623啊 後悔當初623啊 後悔當初623啊 他說我是舔共藝人 聽不經典 聽不經典 變成我現在變成舔共藝人 類似這樣的啦 反正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我的 留言串裡面喔 去看昨天晚上的喔 你看有沒有 很多 什麼我是中共啊 我現在要舔共啊 我現在要怎麼樣啊 沒有辦法了啊 一定要舔共啊 我相信 一定有人去 但是阿館沒有辦法去 你懂嗎 你去了623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 你也不能 插手嗎 退啊 我覺得 很奇怪的啊 很奇怪的一個方式啊 然後很好笑的就是說 現在又有一個方式說 我假如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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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廖董 我假如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健身房生意差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 我的健身房就是 就是被侯友宜跟柯文哲弄到沒辦法開 我真的很討厭 我真的很討厭這句話 我真的很討厭這句話 這不是事實 事實就是 311 之後 爆炸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網軍還是說 有下這個指導期 要讓人民去忘記 可是你越不提這個東西 越把鍋甩到他們這兩個人身上 我覺得這是很不明智的 因為所有台灣人都知道3加11這個很嚴重的事情 你現在一直把鍋甩給他們兩位 其實也算不算 不算太 不算太高明的策略 人家不會忘記反而會引一大堆的精靈人跟你辯論 這個就不是啊這個一開始就是 就是為什麼到現在還在一直說 因為柯文哲讓我健身幫忙開 因為侯友宜讓我健身幫忙開 你看他今天寫柯文哲 他之前寫侯友宜 為什麼 因為新北市確診 是最多的 所以時不時就會有一些人在下面留言說 館長 或是在我的直播裡面說 館長 侯友宜現在是新北市確診最高 你健身幫忙開 你怎麼都不罵他 你娘勒 我還是一句話 我從此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 國門 誰在守的 守的的確有問題 從一開始的 3加11 遇到近期的 屏東這件事情都可以看出我們國 國門是非常鬆散的 直到現在 印度病毒進來之後才改掉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了 所以 會主可證明 管治國門 這一項策略 是真的失敗 因為你不斷的放啦 我們國內那麼嚴重 你後來 還是把印度病毒放進來 而且都拘檢 拘檢就是機家檢疫 現在改了嘛 現在改要強迫 要強迫 篩檢然後要強迫住 防疫旅館 現在才改的 自從印度病毒傳進來之後 才改 才改 真的 所以就是 在國門這個東西上我還是有一點意見 所以接下來到底要合年合月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事情嗎 我來稍微來民調一下 未來有這個系統 我們等 YouTube開 新系統 未來YouTube開新系統之後他會有一個 我以為大家可以跟我玩這個就是我可以做那個投票表決 他聊天室就可以直接做 現在沒有辦法做 你們認為呀 今天是20幾例嗎 你們認為 12號 會調回二級就是解封 的人打一個 1好不好 謝謝 謝謝董內謝謝 1我明天再講課表 因為課表要講一個小時 你覺得會 1 全省 全身解封啊 八大重新 開 你覺得會喔 這麼多人覺得會喔 真的假的 這麼多人覺得會 這麼多人 真的假的 好那我再問 你覺得不會的人打2 你覺得一定向後延啦 我個人是覺得2啦 我可是我也是覺得2 他絕對往後延到月底 的人打2 我個人是覺得2啦 因為他不敢開啦 沒有人敢背這個責任 你看 因為他 現在不敢開啊 因為 誰開誰負責 這麼簡單嗎 誰開誰負責 誰開要算誰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 我覺得這個 到時候一定又吵架 我就 還是跟政府講啦 就是說 現在如果不解封 一定有很多人 把電 又倒很多 那店很多人會倒掉 然後很多人會被 開除 回家吃自己 按ㄧ 你想要不要 酸